週一 歐盟在聲明中重申 中國人權狀況非常嚴重 令人擔憂 聲明說 歐盟在會議上特別提到 有關中共鎮壓人權捍衛者、律師和記者的報導 敦促中共調查並停止侵犯人權的行為 歐盟還對非法拘禁、強迫失蹤、 酷刑和虐待案件表示關切 聲明再次提到 因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權利 而被剝奪自由的個人 包括法輪功學院許娜和丁元德 許娜也是北京獨立畫家和詩人 因在疫情期間發布北京真實的接近照片 被中共當局非法判刑8年 去年5月 二審維持原判 此前 許娜曾因堅持信仰真、善忍被判刑多年 在雨中遭受十餘種酷刑折磨 來自山東的丁元德 去年11月被中共當局非法判刑3年 丁元德的兒子丁樂斌在海外營救父親引發關注 今年1月18日 歐洲議會通過了緊急決議案 譴責中共 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丁元德先生 和所有法輪功學員 歐盟在聲明中敦促中共立即釋放這些被非法拘禁的人士 這次人權對話之前 歐盟代表團走訪了西藏 表達了對西藏、新疆和香港人權狀況的擔憂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富裕 遲曉 綜合報導 transitional 西藏 周治維交人員 歐盟代表團 歐洲議員 歐盟代表團 歐洲議員 歐盟代表團和國際用稿 歐盟代表團 歐洲議員